与一个经一样 也一样 你这个道理 像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旗笔 低往高 斜角收下来 低往高 低往高 这个基本都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一个斜角 这边也要斜角 这个不接这个要接 低往高 低往高 大家注意一下不要插太多就好 这个一样 这个接这个就可以不接 在规矩里面 整体里面又要有变化 都是低往高 接好 低往高 都从除到吸 吸到除 是这样 那个原理是这样 我们的所有的汉字 它是属于 单点透视 比如说我们写书法的书 它都在这个规则里面 拉到最左边 它是一点透视 所以 都是这样 越上面的可以越斜 越到下面 像刚刚那个摄 有没有 刚刚那个摄 一样道理 你看 这个都是一样道理 这个就要平 往左边拉 它都到最后 就是一点的透视 所以你知道这个道理 就是左边的一定要低 越边的高 这个是算楷书 如果我们写 像写行草书的话 有时候这个可以特别写都没关系 那感觉 其实这个就太多 当然这个是夸张一点 写的时候就是不要拆那么多 但是大部分就是 这个写度非常明显 左边低 右边高 这也明显 那个是在行速的时候 可以稍微夸张 那凯速还是 不要那么夸张 就是大约这样 你看 都是低高 最后到这间平 你这样慢慢拉到这边 它是一点透视的位置 你如果知道这个原理 来写 就这样左边 慢慢向外 向右 是越来越松开 越左边的话 要越收 那感觉 这样的话 它就有一个严谨度 有一个基本的结构线 像这个刚才说 这个四个角 四个角都一样的道理 不接跟接 就是这两个变化 那这个角就是 如果能够把它接好 它整个字就会很严谨 会很扎实 就是横画 变成树画 这个都一样 哪一个先哪一个后 都一样 你看 就是四个角 如果把它接住也一样 接的话就要从里面去 那四个角就是 那是像那个分开的那个零件 你把它扣在一起 它本身就那个扣笋 那个笋 就是能够抓得很老 就是这样 另外那个 都是那个基本的角度的问题 就是斜角 上去低碗高 一样瘦壁 这个斜角 你放大缩小 都一样 所以你写大凯 写小凯 都一样的道理 这个道理你 你等于说 一个一个中心的一个原则 你应用而已 应用在大凯 小凯 中凯 以后凯述门写建成 再来写行书 写大的大字 上去的说 就会觉得说 我